我们青年创业全国第一 我们双语教育全国第一 我们防治新冠肺炎全国第一 到现在为止 登革热也是零 我们照顾没有结婚的未婚妈妈 也是全国第一 我们入瓶全国第一 水沟通全国第一 只是媒体不报道 108年 市长在一二月的市政会议 就开始来提醒提点 我们所有的局处防疫团队 要重视登革热的防治 这是一个重点 那真的很不幸的 二月一号就出现了一个首例 因为以往高雄市 每一年都要面临登革热的挑战 103年14,999例的本土病例 104年19,723例的登革热本土病例 在高雄 当然104年 当年南部还有另外一个台南市 也非常的严峻的挑战 总共有两万三千多例的 一个登革热确定的一个本土病例 所以南台湾在103、104 就是连续两年面临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也是造成整个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生命 跟健康上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过去高雄市 也是我们每一年都要面临登革热的挑战的过程面 又所谓的有所谓的四年一次的一个可能的疫情的一个大流行的一个风险 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不沉稳的认为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所以103年我们如果把它加成四年就是107年 104年的19,723例 再加四年就是去年的108年 那所幸包括107年前市府团队 也能够从过去103年104年惨痛的一个严峻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挑战之下 107年也是控制的很不错 那108年又是另外一个四年就跟104年去对比 我们也是战战兢兢的 我们市长在1月2月的市政会多次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加紧脚步去做登革热的方式 那所以从2月1号的首例发生之后在前证 我们在3月4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它打下来 就没有再有第二例的一个发生 但是到5月底 在我们的三明区的顶自备的金师府附近的 造成这个登革热的一个群聚 去年整体运作下来58例里面有37例在三明区发生 同样的我们因为去年是暖冬 今年其实也是暖冬的一个情况之下 去年暖冬的情况之下 东南亚的疫情是非常严峻严重 我们去年整体上高雄市的一个境外一路的个案是 108年是107年的将近两倍 大概1.8几倍 86 82例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境外一路的个案多 又加上暖冬又相对多余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利于整个病美的控制 只要有积水的地方 积水容器 积水的环境 就可能造成病美密度高 只要境外一路的确诊个案进来 火种一点就整个引爆的一个可能的疫情 这是风险是高度存在的 所以索性去年大家将士有名在 韩市长的一个高度的重视之下 跨局处的合作跟各行政区 重点行政区的大家的投入 加上市民的一个配合 我们整个 控制在58例 也能够 跟107年同样的 能够面临 所谓四年一次的大流行 我们把它控制下来 当年就是去年的事情 我们也听到外部的专家说 去年可能高雄市要再超越可能103年 跟104年那样的一个疫情的规模 是有机会超越的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把它控制下来 所以三种血清肺炎 六种病毒株的挑战之下 我们大家一起降世又命 把整个疫情控制在58例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今年更特别的是 我们今年1月就历年 1月中下旬就面临这个 所谓的新冠肺炎的一个挑战 所以市长很担心 很担心我们高雄市的市民的健康 跟城市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1月开始的一个市政会 里面到2月初就一直要求 我们卫生局赶快提早动手 现在叫做超前部署 提早动手针对可能的登格勒的 一个威胁跟挑战 赶快跨局处跟指示 指定一个所谓的三明区 三明区当成我们登格勒防疫的 一个示范区 为什么因为三明区去年 这个37例 58例里面37例就是在三明区的一个群聚的 一个事件里面发生的 所以就只是重点中的重点 三明区当示范区 把过去的这些防疫的作为 再思考看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再加把劲 变成未来如果防治的一个成功 我们就可以在其他的一些高风险区 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个示范 做一个防范 加钱脚步去做 所以市长这样一个指示 我们在2月12号 元宵节过后的那几天 就动员38区的区公所的区长 以及跨局处的局处长 跟我们一届团体 包括当时有医师工会 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会 中医师工会等等的 相关的团体的 这个理事长们 或者是重要的干部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示范 就是开始对登革热做一个宣战 但是我们希望市民朋友 每个礼拜三我们市政府 我们韩市长定位叫做 去年叫做反登革热日 今年叫做预防的防 每个礼拜三就是防登革热日 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常常会跟大家有一个口语 老顶就老家 猪鼻就隔壁 大家收招每个礼拜三 我们来收招问 诶 兄亲是大了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寻道清刷 寻道清刷的美 有没有环境室内户外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一些可能有积水的地方 赶快做好积水容器的管理 清就是一样环境的整顿 后面的屋后的一个黄火像 有没有堆積一些杂物 公共区域里面有没有堆積一些杂物 我们把它做一个整顿清理 不要的容器把它处理掉 所谓容器减量刷 我们有些花瓶 我们有些盆栽 假设你真的在室内 怕用脏了你的地板 你可能要放盆栽的底盘 记得盆栽的底盘 一个礼拜最少要刷洗一次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寻道清刷 这个基本功一定要做好 那市长的一个 所谓的重视这样的一个超前部署 提早动手这样的方法 就是期待高雄市 不能又有新冠肺炎 又有登革日的疫情的爆发 那高雄市要发展 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跟挑战 高雄市市民的一个健康 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市长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一个了解 高度的一个重视 并且从去年也能够动支预备金 来协助我们登革的市府团队的一个 防疫的一些资源能够来协助 同时也协助我们后续动支预备金之后 地方政府的努力之后 中央也把相关的统筹分配税款 补助款也能够到位 让我们整个的市府的防疫团队 能够有更充足的这个量能 去从事我们的疫情的一个控制跟防治 因为我发现这个去年的境外移住 大部分是印尼株 那今年发现好像越南菲律宾也都有 那这些所谓对我们台湾的劳力市场 有贡献很多的这些外劳 我们局里面是不是这方面也是防慢未来 因为我知道去年的这些所谓外移 劳工的他们的祖国感染这个所谓登哥的 都是十几二十几万人在起跳 那我们很怕这些外移的这些劳工 在台湾尤其高雄 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我要请教我们一直担心这个事 因为我的妈妈也是一个印尼的劳工在照护 我们高雄是怎么做的 可以请我们局长跟我们大家说明 谢谢 是 确实我们在整个市府团队 对所谓的境外移入的一个主角境外 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跟心血 譬如说简单的说 我们中央在做检疫 因为是检疫是中央 在国际港部包括空港海港 是中央的全责 所以入境之后 假设在机场的把它拦下来 可能的体温异常做后续的一个裁检 假设是属于登格勒的部分 我们就衔接 疑似登格勒的部分 我们就衔接后续的从检疫到防疫的一个衔接 我们市政府卫生局就开始接手 那我们这样一个接手之后 我们能够把可能的在入境的当下 那个时间点 可能的疑似的感染 登格勒或其他疾病的 我们就在跟中央的合作之下 我们就能够攔到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外籍移工 外籍移工来到我们高雄之后 我们跟外劳的仲介 所以外籍移工的仲介业 跟相关的企业雇主 我们就是依照整个的一个 劳动的一个条件规范 入境三日内要做一个 外籍移工的一个健康检查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 保护这样三日内的一个时机点 我们去做什么 所谓的登格勒NS1的一个快晒 快晒有后续的一个情况 每一个都有做的 对 每一个都有做的 太好了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阻绝境外的一个 支援的一个投入 跟去做一个可能的一个 境外的一个个案 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把它拦下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也有可能外籍移工 他可能带着病 还没有发病 潜在 潜在的 因为我们知道 登格勒大概3到14天的潜伏期 所以在可能潜伏期的时候 他是没有病症的 很有可能NS1快晒也能够 也测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跟这些 外籍移工的这个仲介 跟我们的雇主 鼓励他们 如果在他入境14天内 假设有登格勒的发烧 骨头痠痛 后眼窩痛 关节疼痛 或者是所谓的出疹 类似这些可能疑似登格勒症狀的时候 鼓励他们赶快通 协助就医 我们编了一些奖励 能够奖励这些 我们的 这些 能够主动在 这个一定时间内 来做一个 就医跟通报的 一个对象 这个也就是 我们在主角境外里面 在强化的一个措施 再来一个情况 就是所谓的 我们建立一个 友善的一个医院 医疗机构的一个体系 我们针对在前镇小港大寮跟男子 这些可能外籍移工 入境到高雄之后 比较多的工作的这些据点 我们透过医疗机构的一个协助 跟这些透过劳工局 透过海洋局 因为有些移工是属于捕鱼的移工 所以透过海洋局 劳工局 我们卫生局 三个局的跨局处的一个合作 再结合部分的医疗院所 包括地区医院 包括一些基层开业医师 能够成立一个友善的一个医疗网 专门针对外籍移工 入境之后的 后续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监测 可能的一些就医的需求 我们做一个建立一个网络 去做一个转件 也对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建立 其实也对我们邓哥哥仿制的一个主角境外 也是有所帮忙 那再来就是对我们高雄的企业组 他可能有一些员工是在东南亚国家 或者是在中国大陆 有这些派驻的这些员工干部 在这些国外的 在国外的这些 他们这些员工回到台湾 一方面他们在 假设在东南亚国家设厂 这些国家在当地就是注意防蚊措施 因为当地的 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都是几万例的一个起跳 所以登革的疫情对当地 他们的母国是非常的一个严峻 所以我们假设有一些 台湾的干部 去到他那边工作的时候 你往返这样回到高雄 一定要注意什么 在当地国家就是要注意防蚊的措施 回来之后14天内 假使有相关的 这些登革的理事症状 就一定要就医告知医师 你有这些TOCC的这些旅游史 让医师能够及早做一个通报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 就是我们在整个边境管制阻决境外 能够降低可能登革的 对我们高雄的一个威胁 我们所团队所做的很多的努力 更重要的 我想黄医师也是一个开业医师 我们要谢谢我们医师工会 在高雄将近有500家 497家 对 相信武凯家的基层院所 跟我们合作 变成是我们一个防疫的一个兼兵 我们提供快筛 我们提供一些 可以在整个可能 疑似登革的症状的就医的过程 提供一些抽血的一个补助 能够让什么 让第一线的医师有个工具 能够早期怀疑 询问TOCC 旅游史接触时 有没有群聚他的职业史 这些询问之后 再加上可能 专业上的临床的相关症状 去做一个诊断 再加上有一个 NS1 快筛的四季的一个协助 跟抽血的一个补助 让我们第一线的医师 协助在过去这段时间来 我们一直在进步 就是 我发病之后 到真正被诊断通报出来 确诊是一个登革乐病友 缩短到两天以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急诊医师的贡献 我们在这里也是感谢医师公会的大力支持 开业医师的大家的一个协助 我们过去 过去多年以前 大部分登革乐的被通报出来的 50%以上都是在医院 在这两三年 我们已经改官 变成是基层诊所的超过50% 所以 这就是我们急诊医师的贡献 我想在这里 利用这个 场域 我们也谢谢我们急诊开业医师 当然 医院的服务医师 我们也一样感谢 因为 我们对可能的 产生的重症的 登革乐病友的一个 预防跟照顾 也是我们一些大院里面的服务医师 大家帮助我们 更要感谢这些基诊院所协助早期通报 让我们的防疫团队能够更早一天 早半天的一个介入相关的防疫的作为 这个对整个登革乐防治的一个成效 也是有帮忙 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市民朋友 每个礼拜三的防登革都是不要忘记的 从知道到做到 所以一样的 防疫的一个作为 市民朋友一起来 礼拜三 最少一个礼拜做一次 我们一起寻稻清刷 降低可能的支撑员 降低并没有的密度 对登革的防治就是有帮忙的 谢谢各位 今天很高兴 我们来跟局长握个手 我们很感谢局长 这段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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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局长今天播扣 跟所有市民 跟全国百姓 来做一个说明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